而高雄有一名招心犯嫌 得知了感冒藥裡頭的麻黃素成分 能夠煉毒 於是找了兩名朋友一起來製毒 還特地躲在了濕地公園的鐵皮屋內 還自行加裝了圍牆以及監視器 更利用樹林以及河道來當作天然屏障 但在警方的查起之下 仍然被逮捕歸案 大批警力破門耳入 把牆喝赤嫌犯一臉茫然 才剛睡醒一片混亂 還有人想趁機逃跑遭到警方壓制 嫌犯自知無路可逃 只能乖乖配合從屋內被帶到屋外 仔細看附近人也喊致 嫌犯竟然異想天開躲在這裡 日前警方獲報鎖定潔定區 一處制毒工廠 張信嫌犯得知有些感冒藥裡頭 麻黃素的成分能提煉毒品 因此找上成信跟土信男子 兩名朋友繽紛奪入買藥 一起制毒為了掩人耳目 竟躲在實地公園鐵皮屋內 不但自行加裝圍牆 還有監視器也利用樹林及河道 當作天然屏障 但仍被警方逮捕歸案 現場發現 阿非當民製造工廠一座 嫌犯三名成品半成品及制毒工具一批 全案移送橋頭地檢署偵辦 據了解如果提電完成 毒品市值將會高達5600萬 好在警方破禍否則流入市面後果不堪設想 只是嫌犯竟在實地制毒 誇張行徑曝光也讓人只搖頭 接著高雄綜合報導 病毒